法营这一瞅的 蹭 啪啪的一电炮 因为这五个小孩 之前接到的话 是不允许还手 法营这一打 你说身后带的兄弟们 能不动手吗 往前啪啪的一围 什么钢管搞霸样 朝当时前面哥 这五个小子连脑袋在后背 再加上腿上胳膊上屁股上 蹭 蹭 给这五个小子打的 增个地下满地爬呀 说脑门子后脑勺 全都给打破了 这胳膊上全是愚重 搁地下打的就五个脑袋 起不来了 打懵逼了都 说你看 法营往过一站 我告诉你们啊 说如果再敢上羊浦大街 下回再遇到你们 腿都给你们掐折 走 这一说准备走 咋的 打当时羊浦大街的南边 来了 红色的这个普桑 身后奥迪100 红旗 最重要的 说还有一台凯迪拉克 来了四台车 领头的是谁 是袁刚 匡汤往过一停 说咋的 袁刚啪叉的一下车 法营傻了 哎 袁刚啊 你这啥意思啊 袁刚一摆我手 说法营啊 咋打人是你们呢 啥玩意打人是我们呢 这几个小孩 说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有人要揍他们 让我过来丑业 这么的我才过来 是你们打的啊 张法营这一丑 法营蒙了 那 法营没掉过来 这个个 啊 我们打的 袁刚一丑这几个小子 说你看你们一天 咋精能他们惹祸呢 赶紧杨红去 给扶起来了 这一扶 袁刚能领二十来号音 筐筐浪浪的 你看都给扶起来了 其中一个小孩 都安排好了 五个脑袋 哎呦我这妈 不讲究 我大哥他妈没了 妈的 一点道义都不讲 真的 妈的抢地盘 法营蒙了 不是谁呀袁刚 袁刚一瞅 法营啊 这他妈房山东之前 认的一个干儿子 干儿子 我咋不知道呢 你这瞎子不扯的 人都知道啊 山东大哥这干儿子 好几个干儿子呢 最喜欢他 说你看袁刚往过一来 这小子一瞅 说袁叔 你可过来了 妈的这谁呀 这什么 他妈基本玩意儿啊 你说给这打我 给俺们几个打的 他妈急了咕嚕的 他妈以前 我老爸活了的时候 这都他妈妈收钱 凭啥不让我们收了 这火中闲 是他妈狗的日 张法营一瞅 别骂我三哥 袁刚一百二手 你先别烧着了 说那个大人 你看没伤哪儿吧 还没伤哪儿 啥呀 你瞅给我打的 你瞅瞅 你看我的脑瓜 一下打包 那什么 你们先回去 完之后呢 书帮你们摆 袁叔 我啥都不说 这满条街都看着呢 谁都他妈知道 我是山东的干儿子 袁叔 今天我就把话放着 这条街说 袁刚袁叔 你可说 咋收都行 咱们他妈不是外人 但火中闲 他妈指定不好使 他是干啥的 就不给他 讲究点道义的话 不能给他 袁叔 我就那一句话 我走了 我这再不上医院 就得死了 瞅给我打的 袁刚一瞅 赶紧的来 给我这几个小子的 送医院去 快点 身后这几个小兄弟 开车给他们 几个拉医院去 他这一走 你说张法英 给这一站 法英有点蒙了 你敢袁刚 往过一来 啊 法英啊 说你这不瞎整吗 你这不给你大哥 惹祸呢吗 不是袁刚真的假的 真的 这还能有假吗 别人的话 我能一口一个大指子叫了 你满他妈的道 打听打听 山东大哥好几个干儿子 再一个 这事你看咋整个 不行的话 给你大哥叫来吧 啊 这得谈谈呢 这得唠一唠啊 你这等他们回去一宣扬 一说的话 他们要知道的话 不好啊 是不是 反应哪个电话 喂 三哥 我反应 有点事啊 三哥 说你看你过来一趟吧 袁刚也过来了 袁刚 他咋意思 三哥 你看你过来说吧 啊 电话里说不明白 行 那好了 啪啪一撂 说你看火中贤也过来了 没过十分钟 中贤三哥特意他妈带一车人呢 哎 说你看没拿家伙事是没拿家伙事的 开车往过趴着一停 三哥一下车 袁刚 怎么事 怎么个意思啊 袁刚一百二手 中贤呢 说让反应给你消吧 你办的啥事啊 张反应一过来 说三哥 拿出来 给人家给打了 打打呗 几个小鼻歹子打打了呗 不是 说是山东的干儿子 刚才当我面 说这趟街原来是他老爸的 哥这块人家怎么收怎么有理 咱们属于他妈不讲究了 而且人家还说了 说让袁刚收 不让咱们收了 不让咱们收了 山东的干儿子我咋不知道呢 我也不知道啊 但你看三哥这事 丑得不像假的 袁刚 我是怎么意思啊 我听反应说这几个小孩 怎么还整到山东的身上了呢 啊 可不是咋的 之前那几个小孩一直搁外地 这也不知道咋 接着回来了 刚才给我打电话 说上杨浦大街溜达玩来了 正好说赶上手里没有钱花 上那个游戏厅 鞋子过来求两个钱 就这么的 告诉我说有人要打他 我就匆匆忙忙的过来了 你说我没鞋子是你们呢 钟贤呢 这么的吧 啊 钟贤 刚才人也说了 反应也听见了 这趟街啊 不行的话 你就先别手了 啊 钟贤 你听我一句好话 人刚才说了 哎 我咋收都行 说不让你们收 你们收不符合道义 说你这么的 钟贤 不行 你先让出去 啊 缓一阵 缓个年八的 是吧 缓个三个月 五个月的 等这阵封过去了 你该乐一收 还收你的 哎 还是咱俩一人一半 行不行 袁刚啊 我说话 你别不爱听 你是不他们跟我俩整事呢 啊 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 房山东的干儿子 怎么就那么巧 啊 我刚个人干上没有二十天 他就过来求钱来了 说再一个 怎么我打的就他儿子呀 啊 我什么话都不说 啊 袁刚 我不管他是谁儿子 还是谁爹 杨浦大街我带定了 谁都别想把我拔出去 经文听见 钟贤呢 你这不不听劝你吗 我就不听劝能咋的 啊 袁刚 你能把我咋的 我倒不能把你咋的 但你看 这左邻右舍的都看见了 啊 说他妈的 那是我大侄 我跟房山东的关系 你也知道 你们就这么明目张打的 给我大侄打了 我要啥不说 我也对不起山东的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 袁刚 我没啥意思 那我就只能打你了 你打我 吹牛逼 袁刚 你知道打我 你啥后果不 乐意啥后果 就啥后果吧 啊 钟贤 既然你不听劝 那就垃圾不倒 啊 说来来来 牙红啊 砍他 筐肠这一回脑袋 他们砍他 我 你啥意思啊 你啥意思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